好 烏克蘭的春季在反攻到底有沒有進展呢 我們從地圖來告訴大家 紅色是俄軍佔領的部分 而這個藍色的部分看起來一小撮一小撮的 才是烏軍收復的師徒 換言之看起來似乎成果是滿有限的 主要專家認為其實烏軍 他們是透過三個戰線來攻擊 並且探查俄軍的弱點 但是成效不是很多 因為俄軍早有準備了 準備了什麼呢 其實被譽為是近代史上最廣泛的防禦攻勢 舉例來說 他們設了反坦克的壕溝 後頭還有龍尺 就是長得像這樣 是三角形的混凝土的障礙物 後頭還有戰壕 而他們的炮兵就在這三層防線的後頭 另外在這之中還有數千個地雷 當烏軍的坦克車開到這些地雷裡頭 變得有點移動困難或是減速之後呢 俄軍還會出動他們的直升機從空中來攻擊烏軍的裝甲車 因此烏軍的反攻才會變得寸步難行 而在俄羅斯準備這些攻勢的時候呢 其實烏軍他們是組建了裝甲旅 在歐洲跟盟友們一起來訓練 另一方面像是英國也提供了風暴暗影導彈 這個導彈它的射程是240公里能夠深入敵營 因此俄軍的防線也倒退了 而美方呢也提供了烏軍像是極速彈這樣的彈藥 來提升他們的攻擊能力 不過專家認為其實時間並沒有站在烏軍這邊 因為緊接著春天雨季來了 會增加烏軍推進的難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